如果喜欢这条影片,欢迎留言、赞、分享和订阅 一个小小的频道需要大家的多多支持 我们今天来到屯门的一间新开的韩国餐厅 它的位置在屯门市广场 我们这次在午餐时间走过来 第一味就是它的海鲜煎葱饼 海鲜几足料之外,而且盛量的酱汁也挺好吃的 但鹽的汁底比较松散,一叉气就很容易散 所以吃的时候,其实是用叉子兜起这个盐叉气 接着就是它的饮品,西瓜柠檬梳打 卖相看不错,但喝下去发觉只有西瓜味,而没有柠檬味 第二杯就是它的草莓葱饼梳打 完全是被它的名字骗了 你看到它其实像一杯蓝莓多点 而且它完全没有甜味 它没有味道之外,还有一种很浓烈的草 它这两杯饮品完全是连续中了两次 然后就是它的酱油蒜头炸鸡 看样子就好像不错 吃下去肉汁也很嫩滑 它外面的酱汁也有点焦糖味 但是它的蒜头味在哪里,这就完成不了 最后就是它的玫瑰鸡腿用蛋包饭 上菜的时候,职员会用刀切开蛋 然后会看到里面的蛋汁包出来 所以它的造型上是令你有惊喜 而且它的玫瑰酱的酱汁是挺香的 这东西你值得一赞 而湾奥呢,它的西瓜柠檬梳打 如果有何式炸鸡 其实只是给到它一半的味道 而它的士多啤梨的梳打盖 就被它逼了 蛋包饭就是它的招牌菜 所以是值得一赞 在这个一半半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就是一半一半的梳